你们结婚之后 你们结婚之后 你小子也有恐怖了 翁天集团执行董事 Maggie 谁啊 你来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呢 这是什么秘密吗 我想来的时候 随时都能来 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等你干吗 没干吗 给你送饭来的 我爸今天请你爸吃饭 我做的菜 你爸吃完以后呢 赞不绝口 非让我给你送来 我不需要你送饭 请你离开 你以为我想吗 做戏要做全套好吗 还有吃完饭喝一瓶 饭送到了是吧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吧 不然我女朋友回来 我挑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爸 我在冷思明家了 他很喜欢吃我猪的菜哦 喜欢就好 思明呢 你跟他说 思明 思明 思伯父你好你好 我跟你说啊 定遵酒量不行 喝多睡着了 这样 改天啊 改天咱们两个喝 我酒量也不好 我不会喝酒 迈给你做菜 那是绝对的遗留啊 你们结婚之后 你小子肯定有恐怖了 好 黄天集团执行董事 Maggie 我爸在跟他们家谈投资 条件是 他必须跟我结婚 好 好了 弟弟 跟你说了 就这样了 拜拜 浩天 你听我说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不可能跟他结婚的 你不觉得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很可笑吗 浩天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解释 我只看结果 浩天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们想是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这儿 如果你还要来 不要怪我不绅士 吓死我了 穿穿 花瓶就摔碎了 你说你 把包包内的数据应该弄好啊 综艺废品 你就应该用泡沫箱子固定好嘛 那其他都放一起 好 我下次收益啊 下次 你还想不下次 你想搬几次家呀 这儿啊 我都还来急问你 上次我和她搭会见面的时候 你怎么不出现啊 是不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让我 你们俩单独聊一聊啊 咱俩上次闹矛盾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很多时候你的处境 我确实没有帮到感同身受 所以我想也许她能帮到你 况且我要在的话 你俩说话会有顾虑的嘛 你想多了 下次你就得在 现在别说多事了 除了做公寓的钱 其他的捷鱼呢 也能让我走得快一些 说得你好像磕磕瘦瘦瘦似的 这不是今日不同往日了嘛 还不得紧打习惯一点啊 而且 以前这花店的事呢 我也总是依赖你 自己总会有图 我保证啊 这个从今以后 我一定清理清为 茁壮成长 把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看好你哦 谢谢你